有什么大不了 停车 不不不 我错了 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我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你别不理我 我没有生你气 只想一个人走一走 你不开心 我比死还难受 我的事你帮不了 你也太想瞧我了吧 要是我真的能帮你进飞包队 怎么办 想怎样都行 你说呀 一言没定 拉钩 行了 别闹了 你别给我添乱 就谢天谢地了 我到底要了你给我停一下 好的 我跟你说真的 郑志勇就是毛坑里的石头 你可千万别乱来 到时候伤着你 放心吧 想伤我 太点厉害了 好了好了 什么都听你的 拜拜 报告 进来 好 听说你们是为灵异的事来的 是吗 请坐 来 坐下说 首长 我就是灵异的家属 家属 你是她的 对 反正我们就是青龙一家 很多年了 我今天来呢 就是来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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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我今天就是来上网的 报告 进来 灵异 你不是因为在医院吗 回来干什么 想找你聊聊 本来我想跟张浩奇一起进废报队的 想不到 这都什么时候的事了 你还要去废报队 怎么了 到现在你还瞒着我是不是 医院的准层报告都已经送到我这来了 脑部积水 这不就是帮我脑子进水吗 灵异啊 别灰心 现在科学很发达 你这个病一定能治好 等治好了病 咱再去飞报队也不迟 一番 灵异是非常优秀的消耗战士 郑智勇就说他没资格不让入队 郑智勇丈夫 就在谋杀灵异的梦想 那谋杀灵异的梦想 那就是在谋杀灵异啊 他凭什么呀 姑娘 你别激动啊 你先坐下说 你千万不能让他把灵异给杀了呀 姑娘 我觉得你说得有点严重 你的心情我十分理解 你放心 这里面一定不会有 谁杀谁和谋杀的问题 你还有什么情况要跟我反应的吗 要不然咱们今天就这样 我会处理的 起来呀 谢谢盛雅 谢谢盛雅 不客气不客气 我们走了 好 谢谢谢谢 谢谢 林玉这臭小子 行了 叶一帆 叶一帆 这位同志 不识字 你想骂我脑子进水 就别滚要摸脚 耿这么冠冕堂皇 我真不知道你病情这么严重啊 徐璐 赶紧推个轮椅过来 这位消防员同志的病情很严重 来了 来了 干嘛 我没病 我没 你们要干嘛 乖 听话 自来医院就得听医生的话 懂吗 就算是这个医生是针对你的 咱也得忍着 如果他不把这个报告给你改回去 别说是非报队了 就是咱们大学成中队 你也回不来 把这位消防员同志送病房去吧 不是不是 叶一帆 叶医生 我跟你说我没病 你们这去干嘛 你们干嘛呀 我没病 你说了我没病啊 喂 我是树珊 在 赤队长的吗 小金 赤队长 我是郑志勇 韩老郑啊 林逸这棵好苗子 你为什么不让金飞包这样 您是因为这事儿啊 没有什么其他原因 我是觉得他现在不适合进飞包队 什么叫不合适 调令都下来了 调令 是这样 调令毕竟是在我回来之前 现在我既然是飞包队的队长 那我对人员的调动也有一定的发言权 您不能一直调令 说把谁塞进来就把谁塞进来吧 怎么着塞进来 林逸在各项口合中表现突出 那是尖兵啊 这是像你的飞包队啊 在输送人才你知道吗 考核是考核 实战是实战 考核并不能全面地说明一个消防队员的综合素质 再说了他现在有伤在身 还是让他好好养伤吧 伤不是大问题吧 他的家属呀 可是很难缠的呀 如果在林逸进飞包队这件事情上 非要说服我的话 我保留意见 我保留意见 我 να说服你的意思 你就当时 要是否都会认为 医院 这些人 这些人 不得了 他省内 这种的无能 好 准备一下 明早去飞报队报到 老郑 我觉得 林毅 确实是个好苗子 你看 这次考核中 他各项指标 都是第一名 有他加入 我们在下次大比武中 确实更有胜算 怎么 为什么就不能接受他呢 我反正挺看好他的 就事论事 咱从大局出发 行了 行了 差不多得了 干嘛呀 不就是一个林医吗 我不就是不让他 进这个队吗 怎么了 我这 所有人都替他说好话 完了他 现在还学会 让别人帮他报状 把状告到老郑那儿 至于吗 我就不让他进了 我就看他不顺眼 行不行吗 不行你那么远 不 没关系 没关系 不过来 就不过来 应该是 我 不过来 连 我 不过来 不过来 感谢观看